有比较大量的这个需要查表的资料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再复制一个 复制一个工作表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 你请你把那个清单的部分 每一个都把它定义成名称 将来你要查表比较容易 比较快的做法 当然你就可以把这个名称Ctrl-C 然后选底下这个范围 不包含南围名称 从那个他底下的第二列 然后选到他底下的这个范围里面的之下 然后在名称方块上面Ctrl-V贴上 然后按Enter就可以了 那就会多一个名称 那这个名称我确定 定义好 如果没有的话再把它第一次好了 把这个名称贴上去 复制Ctrl-C然后选下面 在上面贴一下 OK 那最好是确认一下名称管理员 公式里面名称管理员 确定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应该OK 当然 之后查的话 比较不会查不到 如果查不到的话 那表示名称没定义好 就可能要检查一下 好那如果定义好名称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就比较简单的 刚刚这个公式的话 我把这个公式 其实如果你都定义好的话 底下 就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怎么做一次呢 第一个 你可以一样用V的函数 刚刚这个公式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 我们TableArray部分 因为我们有定义名称的 所以将来这个名称 我们可以根据哪个地方而来 你可以根据什么 根据你会发现 刚好我们的问卷调查2的栏位名称 这个名称有没有 刚好就是什么 它的那个定义的名称 OK 所以呢我们只要根据什么 根据上面这个名称 然后呢把它转换到这个清单的名称 就可以把这个清单里面的这个对照表 把它带到这个范围来 那这个地方当然我们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叫Indirect Indirect的话呢 可能需要 需要记一下啦 如果你记不起来的话 你可以 查一下插入函数 或者你可以 假如说你记不起来的话 另外有一个方法 你游标放这边 然后呢 插入函数 不过插入函数这边注意 你就不要用这个地方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前面这个箭头 一样游标放这里 插入 你可以找一下其他函数 它应该是在哪里呢 在 旧版叫 简式参照 然后 里面的话找到I开头 Indirect 那它其实也会跟你讲啦 这个就是说 你在Indirect里面呢 给它一个文字 就参照文字 按确定 然后这个文字在哪里 你跟它讲说 文字在 这上方 因为我要查的 就是这个名称 把这个名称 转换成 对应的 那个 那个范围 OK 性别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它这个时候呢 就帮我查出来 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我向下填满可能要注意一点啦 因为 这个Indirect 这个里面 一样会有一个 就是 BE啦 你如果向下填满 E会变2 所以一样把它锁起来 E把它锁起来 按确定 好 那向下填满应该OK啦 没有问题 那可是这个时候啦 我是 跟各位讲 这个理论上 我们已经全部做完 那做完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的话呢 它的规则 就是会帮我 就是把 Indirect 这个B1 性别 本来是 一个文字 那它会去哪边呢 去公式里面帮你查 有没有 对应到的 这个范围 有没有性别 有 它就帮你转换成这个范围 所以理论上 它就帮你找到那个的第2栏 把资料查回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向右填满 向右拉的话呢 你会发现 年龄也查到 为什么 因为呢我向右拉的时候 那个 B前面没有加钱的符号 那如果没有加钱的符号 向右拉的话 它会 B变成C 所以刚好ce 刚好就年龄 所以他把年龄这个名称 透过Indirect 去帮你转换成一个范围 哪个范围 就是在 名称管理员里面 有一个叫年龄的 刚刚清单里面有的 然后帮你把它查回来 查到你要的资料 所以其实如果你公式做对的话 你就全部把它向右拉 拉到底 到这边 然后呢向下填满就直接快点两下 你会发现 就是 V 函数 配合Indirect 就可以整个 只要做一个公式 接下来你只需要向右向下 那结果 就完成了 OK 只是说这个地方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第1个 你要先 定义好名称 第1号名称 你可以Ctrl C 把这个当成是性别 Ctrl C 这个当年龄 之类 所以这个可能要先做前置作业 然后因为这边的名称 在名称 对应到的就是一个范围 那因为这个名称呢 跟 栏位名称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抓到 这个 上面的名称 把它转换成对应的范围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就必须用到Indirect 这个函数 OK 所以其实这个 Indirect还蛮好用的 如果你不会这个方法 那也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涂法链钢 因为栏数特别多 那如果你会的话你会发现很方便 向右 向下 一起合成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先 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做出来之后呢 你要做一些 后续的处理就比较快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 会希望同学可以 把 这个问讯调查 第一个啦 当然我们就是 透过定义名称 跟V的函数 再加Indirect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做出那个 枢纽分析 统计一下 然后再做交叉分析 所以底下的话 这个底下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这个 我们讲义里面 其实也有相关的 画面 然后比对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 结果 基本上 这边就有相关的参考答案 在这里 在第84页吧 我刚刚做的 那再来后面呢 如果我们已经做好资料之后 那我想要知道几个讯息 包含就是说 这个资料里面 到底 这个 年龄 跟 性别 还有职业 的 占比 比如这个统计 然后呢 哪一个 杂志最受欢迎 然后 购买 设计类 主要考量的因素在哪里 诸如此类 如果有 几个问题 我想知道的话 那你其实就可以从刚刚的资料 得到答案 请各位先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个统计分析的部分